宣布進行三天的圍台軍演 民眾擔心嗎 不會擔心啊 因為已經很習慣了 還好 對我來講影響感覺不大 就怕擦槍走火啦 對啊 希望大家和平相處這樣 有點擔心 有點擔心 可能要開戰了 非常的危險 我想要好好活著 擔心會打仗啊 然後 中國不知道會用什麼東西來打我們 就是要來就來吧 直接來沒關係 直接來是什麼意思 就是來了就來啦 不是我不是很擔心 好像沒有真的打過來 當然不希望他打過來啦 我很擔心喔 我很擔心 因為這個的話 一不小心我們都不知道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基本上也蠻習慣的 那他們在做的事情 就只會變成像是放羊的 就像那個故事一樣 就會變成說好像沒什麼感覺 不會擔心 因為他上次 之前不是也有一次射飛彈嗎 所以就其實就是 偶爾又來了 所以呢這樣子 就是軍演也很多次啊 每次都每次都說 就是說什麼 這是最最激進的一次 什麼之類的 到最後也都沒怎樣 擔心也沒有用啊 他要打的話 很快就拿下我們啊 反正應該是不會啦 我是覺得還OK吧 就是又來了 對 擔心是 多多少少還是會擔心啦 但是沒有說到說會影響生活這樣 兩岸局勢急劇升溫 該如何解呢 不要去激怒他們 兩岸之間 和平就好 保持現在這樣 就是維持現狀 對 就是不要去激怒對方 其實我們作為民眾來說 還是希望大家都可以 上岸無時安居樂業的 以目前來說 我相信連美國 或者是我們自己 大部分的人 應該都會選擇 就是保持現狀 會是最好的辦法 我覺得還是 如果可以和平的話 就和平最好啦 但還是希望 中國大陸可以尊重我們 自己台灣人民的選擇 不管是要台獨啊 或者是 維持現狀什麼的 能夠尊重我們的選擇最好的 大家應該要有智慧 會去解決這件事情啦 因為就是 硬碰硬也不是辦法 應該會有溝通 跟協調的管道跟方式 就是才是 才是處理問題的方法這樣 問其他國家來幫忙 呃 兩岸之間靠其他國家來幫忙 對 多數民眾是完全不擔心 中國大陸的軍演的 但是有人提醒了 就怕是會插槍走火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 主題叫做 如果一個驚訝才能 designs 就可以做一個木工